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疫情还是严重 我希望您能够多多的保重 保护好自己 因为昨天我的朋友告诉我说 虽然打了疫苗 可是连续三次确诊 所以一定要戴好你的口罩 那么在外头尽量不要吃 跟朋友喝咖啡或者是吃饭 因为很容易被感染 所以请你多多的保重 在这疫情的事 这个严重的时候 一定要多多的保重 我希望每一个人 能够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好 今天的玫瑰人生呢 邀请了一位特别特别的来宾 那么看他的时候啊 嗯 是吗 可是呢 确实是 因为他是英国留学真正的博士回来的 一位陈永金老师 那么他在英国读了学位回来 他是学系纪的 等一下我请他呢 来自我介绍 那他现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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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开心 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真的看见你 其实我也刚开始的时候 还不知道你是博士呢 后来你自我介绍以后 我就觉得说 真的每一个人上帝造的都不一样 你学的是这一方面 别人学的是这一方面 但是我觉得你很活泼 而且呢 我觉得你在职场上 也做得非常的成功 所以感谢主 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 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陈永金 很开心今天有机会来这边 跟大家来为主来做见证 那我是住高雄 那因为有机会上来台北 那感谢温牧师的邀请 让我来这边 能够让大家来见证神 在我生命中的大的作为 对 那就诚如牧师刚才说的 我是到英国念 表演艺术的一个博士 那我从高雄呢 是念文招语砖 这个很多人比较清楚 就是我主修英文 复修法文 之后我进了 静怡大学念了外文系 之后又到了伦敦念了戏剧硕士 那之后因为进到大学教书 在外文系 就必须要力争上游再继续去拿一个博士 那我很幸运的是当初在台湾 有引进戏剧教育 就是透过戏剧来达到教育的目标 我非常非常有兴趣 那很感恩当时的文件会啊 他花了三百万 哇 请了一个纽约大学戏剧治疗的院长 主任来教我们住在台湾一个月 哇 我是他的贴身翻译 哇 学的最多 是 对 然后我发现帮别人做治疗 我可能能量不足力量不足 可是戏剧教育我倒是觉得很有意思 我一直很喜欢做教育 所以我就到了英国找到国际期刊的总编 也是国内张晓华老师介绍的 我就进到他的门下成为他的学生 是 所以你在英国 你的博士是在英国拿到的吗 对 是 所以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 我看你就是娇小玲珑 可是我觉得你 因为我平常有听到你跟孩子的对话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教育 教育孩子真的也不一样 我相信你现在你的孩子英文 好像每天都在学 我想每一个做父母的 希望孩子能够彼此超越自己 很感恩 所以那你回来之后 因为我听到你说过 就是你曾经也在中国大陆做宣教士 当时我也不知道你是宣教士 因为我们这是接触在你的这个事业上 那也请你说说你在中国大陆的 就是怎么样在那里做一个宣教 好的 事情是这样的 一开始我就是在大学当外文系系主任 那时候我要先见证一下 神在我身上这个好大的作为 我43岁可以自然受孕 哇43岁高年龄的 对 那之前其实在我39岁的时候 我在泰南加利利的祷告山 有位传道他就帮我发育 他说他看到两个小孩 那我就发现我跟我先生有亚伯拉罕的信心 从39岁到42岁的9月份怀孕 对不起 打断一下 你几岁结婚 30岁左右 30岁 9年没有小孩了 结婚 应该说因为我到英国读博士 然后我先生在台湾 是 所以那时候就是以先读书为那个 然后没办法两地嘛 对 哇 真的不容易 真的还能够保持这种纯洁的感情 好来你继续说对不起打断了 没事 后来 39岁听到这个预言 那我跟我先生都很 其实在那之前 有之前的故事也是很大的 其实刚才牧师在提到说 我跟先生的感情保持不易 真的是不易 因为当初我嫁他的时候 他还不是信主的 然后他很有意思 他说他这一辈子 30几年来 没有碰过一个基督徒的朋友 然后我是第一个碰到 然后我是他的妻子 可是可想而知就是 没有共同的信仰 要共赴以恶 会有很多的冲突 没有错 所以刚好我去念博士 也是一个缓冲 那在那边的弟兄姐妹都 跟牧师都知道 我跟先生之间有一些问题在 他们也不断的在小组为我祷告 我没有想到回到台湾 我先生竟然跟我去教会 然后我们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小组 隔年复活节他就受洗了 哇 是 可能也受了影响 祷告的影响 那时候其实我都以为这个婚姻没救了 可是没有想到 神一出手就这么简单 是 然后他就一心跟随神 然后他也进神学院去读书 哇 真的是 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到中国宣教是 因为他就是在这个神学院读书 那里面有个牧师 他就在中国把命摆上的宣教 所以我们就跟随那位牧师 那说到这个就是我们在43岁 就自然受孕生了一个女儿 那做父母的就希望小孩子就是圣洁平安 对 所以我就叫他节安 哦 节安 当初我以为大概43岁能够生一个 已经很开心了 对 神迹了 对 算是神迹了 没想到神真的很爱我们 我们46岁又生了一个儿子 哇 也是上帝给的 对 结果你看女子就是好 神就是给我们好的 这个小孩一出生 我们两个不加思索 我就说叫他平安 平安 很棒的名字 对 对 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姐姐四岁 弟弟大概两岁 可以在地上爬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教会聚会的时候 在门口接待的人都会说平安 对 平安 那姐姐才四岁 她就会说 为什么每个人都会叫弟弟的名字呢 是 对 对 所以你看第一神在我身上作为就是让先生信主 是 挽回一个原本我认为可能会破碎的一个婚姻 然后在43岁跟46岁又给我自然受孕 我一点力气都没费 因为我没有去安排日子 也没去打针 没吃药 就很自然 可以有 这就是神要给你的啦 而且那个医院出来都会有宝宝的那个健康状态打分数 他们两个都是满分的 哇 所以神要给你的就是最健康的啦 对不对 说到这个插取一下 就是我怀老二的时候做健康检查 有一位医生 我觉得他刻意的要恐吓我这个孕妇 他说你要做羊魔穿刺 那我就跟他说 医师没问题 我们是基督徒 不管这个孩子怎么样 我们都爱他 没事的 然后他说 你看看外面那一个 就是怎样怎样 所以他的怎样怎样 我就说 没有关系 你不要比我激动 我们都会要他的 就算怎样我们都会要他的 是 对 所以我就很感谢神 因为我有很多同学也是不孕 很吃苦头 对 也花很多钱 附带说一下 后来有牧师说 因为后来我去中国宣教啊 帮很多人祷告 是 他们都怀孕了 对 神特别给你啦 感谢神 对他们就说 神给我帮助别人怀孕的恩赐 所以不为他们祷告 他们很容易怀孕 是 对 对 这是神在我身上做的作为 是 我刚刚 好 你一讲到这个的时候 就想起来在山东 好多 有的人是结婚五年 结婚十年都没有小孩 那我就为他们祷告 很奇妙 第二年我在过去的时候 很多不同的聚会点 就他们每次都会有一个 抱小孩的在前面 壮壮的 好漂亮的baby 后来结束以后 他马上就过来说 牧师谢谢你 去年你为我祷告 他说我结婚五年 没有小孩 你去年为我祷告 要生了小孩 他说这个就是 这个你叫他什么的 沙姆尔 男的叫沙姆尔 女的叫以斯帖 好几个教会都是不同的 这样抱着孩子 所以每次就会 只要有人抱着小孩 我就知道那是去年 为他们祷告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就像 亚伯拉罕一百岁 上帝还是给他一个小孩 对吧 对 也不是这个做人工的 而是神自然给他们的 就是就像你 你看四十三岁 四十六岁 你现在几岁看不出来你的年龄 知道你小孩最大的几岁了 十二岁了 十二岁了 十二岁 也看不错 我看你像三十四十出头 真的感谢主 你看神 神给的就是没有后遗症 是 神要给的 如果我们自己强求 我觉得可能会有后遗症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想要 怎么怎么怎么 所以不是时候 有时候神也要我们等候 对不对 但是感谢主 从你的婚姻 你看后来因子这样 让你到英国读书 结果我想你的先生 可能在台湾也是想了很久 或者是上帝的灵 因为你们常常为他祷告 神的灵就感动他 可是我觉得他大发热心 我觉得他很热心 我见过你的先生 我觉得他大发热心 也很会诉说神的荣耀 感谢主 所以后来就是说 你刚刚做了这个很美的见证 所以我要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 神呢是很爱我们的 因为他把他的生命都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才成为有最有价值 最有这个意义的人生 而且我们是种价买死回来 用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换取的 所以呢 耶稣说你们求我就给你们 寇门我就为你们开门 寻求我就让你们寻见 所以呢 当你祷告的时候 甚至你不用出生神 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你跟神说 神给的一切都没有后遗症 而且我发现他们教导孩子 孩子都好听话 妈妈在电话里面 说一两个礼拜都不回去 没有回家 就在电话里面跟孩子们 教导他们 要上课啊 要什么 我看他们的孩子很高兴 没有说我不想上课啊 就我觉得那个口气都非常的顺服 所以爸爸妈妈因着爱主的缘故 他们知道怎么教育孩子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离 是吗 好我想这就是圣经里面的话语 所以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 好我们再继续跟永青再聊一下 就是说你本来是 你刚刚讲说 在英国学的是戏剧嘛 对不对 也可以治疗 对不对 那我觉得你 我觉得你在谈的是 我刚请教你是在中国大陆 你是 怎么常为宣教士 对 这接下来我就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因为生了小孩以后 在台湾很幸福 有预孕假 预孕假 对 然后呢我就休息了两年 然后发现照顾自己的小孩 比照顾学校的学生有意思 是 所以你说你是系主任 对 外文系的系统 对 然后呢就因为同时也进入中国去跟先生一起念了神学院 然后就跟先生商量 是不是一起祷告 是不是有神的呼召 所以我们是在学校 要进入中国宣教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在那边上课 大概两周 一个月或两个月 会有一次两周 两个月啦 两个月 会有一次两周的上课 那上完课呢 我们两位 我跟先生是唯一的台湾人 嗯 然后两百多个学生呢 来的都是各地方的牧师传道 那我的同学们呢都会很热情的邀请我们去他们教会玩 嗯哼 那我跟先生本身很爱玩 好我们喜欢游山玩水 可是神就用我们这个特性 是祂给的特性 带我们去服事 是的 那当我们脚踏出去 就神机奇事不断 嗯 然后跟神同在同工就非常的感动 嗯 然后就 祷告是不是神的呼召 让我们就成为 一边上课一边宣教 他们说这个叫自由宣教 嗯哼 那当时 我两年的育婴假到的时候 我就跟学校请辞 嗯 然后 那时候有一百多万的退休金是没有的 哦 然后先生说没问题啊 嗯 其实当时我们是负债的 嗯 我也现在回想起来 真不知道当时的有进来吧 是的 就觉得 嗯 那时候在中国宣教就是 弟兄姐妹 牧师会邀请我到他们教会 是的 那神给我的恩赐是先知其事 嗯 然后弟兄是一致释放 因为我先生也是学中医的 嗯 那我们所到之处 弟兄姐妹都很被爱 安慰造就劝勉 嗯 很得着 那我发现神供应我们的方式就是 当地会有奉献给我们 是 然后这个奉献就足够我们的交通费到下一站 嗯 嗯 那所以我们这样 我就希望 这样我就可以活一辈子 哈哈哈哈 是的 神供应 每天都跟神同在 这是最大的满足 是的 那我又不用去张罗吃穿 吃穿 对 当地的弟兄姐妹都会很用心的照顾我们 嗯 然后甚至 我觉得很有意思是 我到一个地方 两个小孩 其实我平常也没给他们怎么打理 嗯 然后弟兄姐妹就看了 就说啊 我们有姐妹是儿童服装店的 嗯 买了好多套的 不是买 应该是姐妹奉献的 嗯 嗯 天国公主跟天国王子 嗯 然后我都没有心思去张罗这些 我只是 专心的为他们求问神 为他们祷告 嗯 然后 有一次我记得在厦门 因为我是都闭着眼睛 为他们歧视性预言嘛 嗯 然后我记得我打开眼睛的时候 前面那个姐妹 那个鼻涕已经滚到地下去了 我就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神很触摸她的心 是 很帮助到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份工作让我觉得很同在 很开心 嗯 我以为我忠实一生就这样子了 是 可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是 那我有学会一个功课就是顺服 嗯 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是 对那所以我就 后来有位牧师告诉我说 北京有一个学校 他们要找 会用英语教戏剧的国际学校 嗯 需要一位老师 他认为我可以去供教育三头 是 我想想也是啊 因为我已经念到博士啊 我又在教育界这么久 是 我从大学毕业 念完硕士回来 我就在大学教书了 嗯 嗯 所以我就跟学校一直 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教书 嗯 所以我就去了北京 可开心啊 是 真的跟牧师报告 因为 你看我刚才不是讲 我们在负债状况下 我有 一百多万 退休金 就为了神的 宣教事业 是 就放弃 对 可是神让我在北京的学校 我那边一个月有十几二十万 哇 是人民币还是台币 台币 也不错啦 对啊 很通修 是啊 那你在这里的大学教授多少钱 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 对 不要比了 但是我是说 神的供应 可是神知道什么对我们好 是 然后祂带我们进去一个就是我的专业的职场 是 然后又供应我这么丰盛 嗯 就真的很体认到神是很丰盛的 是的 嗯 然后 在那里交了结果债务还清了吗 哈哈 你在那里多久 嗯 将近三年 嗯 三年 然后也在广东买了一套房 哇 所以这是 真的是 我们没有想过的 嗯 因为也是一个弟兄带我们去 然后就刚好特别便宜 嗯 然后他那边就是好山好水就像三灵溪 是 空气是可以治愈人的 水是清澈有余在游的 哇 然后地价是最便宜的 是 就不知道 神就是好事就不断很丰盛的临到我们 神供应 对对 对 然后回到台湾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见证 这个是我 比先生回来生小孩会更激动的见证 嗯 你说说嘛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被激动激励吧 是不是 嗯 小时候呢 我父母离婚 嗯 所以呢我是跟着妈妈 然后妈妈是在世界上 地面上我唯一最亲的亲人 嗯 所以我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事情 嗯 那因为我为了神把学校工作辞掉 所以我跟先生还有两个小孩 我们就是24小时都是在家随时可以服侍老人家 嗯 2014年的时候我妈妈胜中病住院 嗯 然后她在高雄医学院插管三次 嗯 拔进拔出三次 她很想要活下来看着她孙子结婚 嗯 然后她从小就骂我妄中被主 嗯 去信基督教 嗯 后来她看旧不回来 她就说那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嗯 那我在高雄有一个美国来的宣教士 她很爱我 嗯 我带她去见妈妈 妈妈说以后不要带这种人回我们家 嗯 所以其实 她 是我很 很担心 很放在心上的一个人 可是我感觉好像也没责 我是没责 可是神就有办法 对 在妈妈在医院插管的状况 有院母去探访她 直接问她要不要受洗 嗯 我妈妈 竟然嘴巴不能说话 眼睛渣渣 愿意 哇 她是意识清醒 然后她眨眼睛说她愿意受洗 嗯 我非常激动 然后就问师母说 为什么她会愿意 那那时候我们已经在中国宣教了 嗯 她说你为神的过 先求神的果和神的意 是 你所需要的她都知道 都会帮 是 之后妈妈出院 我们就把继父 还有妈妈接到我们家里去住 嗯 然后24小时服侍她 啊 真的不容易 那因为在她那个年代 她是24年次的 啊 她离过两次婚 嗯 那这个继父是第三任 所以我想她心里一定有很多的不安全感 然后没有办法信任别人 嗯 甚至我是她唯一的女儿 她都还会有一些防我 嗯 然后最后我们都可以服侍她 那我问她说 你为什么会愿意受洗 嗯 她说 我跟你说哦 我做一个很大的梦 可以打 可以打一部电影 是 是 你说台语我也跳舞 我妈妈说台语 那梦很大厚 要打一部电影 嗯 啊有两百多尊的身边 嗯 啊有一尊最大尊的 把我满的 走去山顶 说不可以拜白人 你要拜我 啊 我知道那是你拜的牙所 哦 所以她愿意受洗 啊 是 我说不动的 神亲自帮我巧了 是啊 是的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 为什么我会很认定 可以走入职场宣教 因为神透过我妈妈 告诉我 我妈妈说 啊第二部份 我就是看到你 带着千军万马 带着一群人做健康产业 往前冲 哇哦 可是那时候我在当系主任 是啊 我这个 都不知道健康 就放在心里 我不知道妈妈在讲什么 可是我知道 一头前那 给我感很大的鼓励 心灵 不可以拜 就是要信牙收 嗯 这个之后 其实更感动的是 我后来发现了 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第一代基督徒 嗯 如果我妈妈没有受洗 她不能进教会办告别事 嗯 我不可能帮她办其他仪式的 当然 那她的后事怎么办 是 办不了 所以神连这一点都看顾我了 这是一个 早就想到了 对 嗯 因为我的叔叔伯伯 她们全部都是 没信耶稣 对 所以第一 解决了我叔叔伯伯说 你为什么要用告别事 因为我妈妈有受洗嘛 这个没有问题 第二 教会也可以让她进去 要不她没有受洗 她也没办法进去办 是的 然后第三 但我们竟然就是告别事 就是在办步道会 感谢主 欸 牧师师母就跟我说 你就把它当做步道会 是 所以我还发天赋的信 给每一个来参与了 是 隔年 我妈妈其实大我继父八岁 然后她在最后的时候 她跟我说 你要好好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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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照顾 然后我们对继父真的是尽心尽力 是的 因为没有去上班嘛 我们就是很自由 所以我先生就带着我继父到处吃好吃的 然后我小孩又还没上课 还没上学 所以我们就五个人都很开心 那我觉得因为我继父跟我妈妈感情很好 三十几年来 几乎都没有分开 对 那所以一年后 那时候安葬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帮她 帮肌肤留一个位置 然后贴上红色的 一年后肌肤也是回去 可是我相信她们两个都没有遗憾 那肌肤有幸福吗 后来有 有受洗 因为我跟她说 我们家 我跟先生还有两个小孩 以后都上天堂 现在妈妈也上天堂 就剩你 你要不要一起上来才不会孤单 她就说 好啦好啦她也受洗 其实妈妈受洗之后没多久她就受洗 那在那一年内她都有去教会 我觉得那是一个 因为你们有很好的见证 因为也孝顺她 对 我想她一定有心里有很深的感触 虽然不是你们的亲父亲 可是真的你们已经做到了 好像是做子女的这个 圣经里面讲说 孝顺父母 使你的年日长寿 那我觉得你们也很开心的照顾他们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 现在很多人 妈妈生病 爸爸生病 小孩子早就离开了 都不要照顾他们 甚至把这个老人就送到老人院去 好 所以我最近都一直看到这些报导 真的好可怜 最近我又看到一个网络 是女的帮一个是妈妈还是什么 年纪大了 哇就让她躺在地上这样浇水 刷刷刷刷刷 一面骂一面打一面 我看着心里好难过 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 对她说 所以她的题目是什么 她说 长寿幸福 所以我觉得真的太多 因为不懂得孝顺 可是我觉得你们很自然 你看开开心心把妈妈接回家 照顾他们正好你说也没有什么工作 我觉得一句话就把它打发掉 不然很多人是心里有很多的苦度 我怎么照顾 怎么怎么怎么辛苦 可是你不是 你觉得你把妈妈带 就是让妈妈到最后 我相信当然在生病当 你们自己因为服侍主 所以神就为你们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刚刚讲了 就说神做了就很容易 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对不对 很多时候圣经里面讲 先求祂的果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 所以我觉得说先把自己 就是该做的事情交给神 其他的就是说我们做了 尽心尽意的来爱主 后面的事情都是神做的 我觉得今天一个是你们的生活 你看神供应你们自 然后让你们有很好的工作 让你们可以自由的传道 甚至做一个宣教士 我还没有问到 你后来是怎么做到宣教士的 等一下请你说一说 那我觉得今天 我觉得也感触很深 也蛮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你们做的实在太棒了 因为这一生 亲爱的朋友们 我知道在电视机面前的朋友们 我知道你心中一定有压力 有重担 这个重担也许是人际关系 或是你的财务出了问题 或是你的事业亮了红灯 或是你的健康也亮了红灯 有很多的这个重担跟压力 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 只有在你的心中 但是耶稣非常的爱你 他为你舍命在十字架上 用重架用自己的生命把你换回来 其实你只要回转归向他 你只要把耶稣接待在你的心中 他愿意帮助你成为你生命的救助 他愿意把你的重担拿开 耶稣说反劳苦担重担的 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得安息 这句话我在信主的时候 神就是用这句话把我挽回 本来那天要自杀 但是神真的是帮助我 让我真的是 因着这句话我痛哭流涕 五个钟头晚上十二点 一直到晚上十二点 一直到凌晨五点 我跪在我的床前认罪悔改 就是因为反劳苦担重担的 到我这里我就使你的安息 我说主啊没有人知道 我今天晚上就要自杀了 可是你给我这句话 我愿意尝试着把我的重担交透给你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哇哦一直痛哭流涕 你看到自己的失败软弱 所以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圣经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 我相信我想永经传道 永经宣教时 他也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其实真的每一个人 就是在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场合来认识耶稣基督 成为他生命的主 我想讲到这里 你还没有讲到 后来你怎么样成为宣教士 所以我想今天是跟大家 报告神在我生命的作为 以至于我后来可以成为 为主做工的宣教士 然后在报告这个宣教士之前 我再插播两个 我自己刚才领受也很感动的 我谢谢神给我机会 让我妈妈真的体验到什么是爱 因为他被两个男人抛弃 我想他伤很深 然后我这个女儿又很爱 在外面活泼乱跑 可是在他最后的年日 我二四小时陪伴他 他生病的时候不舒服 他都会说 你们两个快点把我黏黏 他知道我们叫祷告 他们传统的用黏 只要我们过去帮他祷告 然后因为我现在又学中医 帮他推拿一下 他就很舒服 所以他很感受到我们的孝心 那我很感谢有机会 让我做这两件事 我相信我妈妈就完全降服 在神透过我给他的爱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在医院插管不能吃东西 我为了激励他 我跟他说 妈妈你插管几天 我就几天不吃 我就陪你 我知道我妈妈很疼我 你太天很感动 我知道他很疼我 我逼他赶快好起来 所以我才可以吃东西 我那一次进食了15天 我OK的 然后我都守在病房外面的 对 然后我知道我妈妈很被爱 她这辈子太缺爱了 所以我很感谢那时候有机会 让她知道什么是爱 她也知道都是透过神来的 我才可能有这样子的行为 不得了 然后回到家里以后呢 她上厕所 我继父还会戴口罩 因为会有大便嘛 然后要去帮她擦拭 我继父会戴口罩 我完全不戴 然后我也没有戴手套 我妈妈说 不好意思 让你这样 我说 妈妈不行 我小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跟我六岁六岁的 现在这样就是应该的 我很自然的讲 然后我相信我妈妈又被爱到了 嗯 所以我知道我妈妈要回天国以前 她已经完全释放 她已经完全被爱到了 感谢 所以我丽丽可以看到 她是微笑上去的 嗯 那我要感谢 也要跟弟兄姐妹分享 真的 在父母的最后年月 不要让他们这件事情 成为你一辈子的遗憾 嗯 当我听到很多人在讲 他们这件事情的遗憾的时候 我再次感谢神 让我对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遗憾 嗯 是的 嗯 然后我就要回到 我怎么成为神救世 哈哈 有这么多神的美好作为 嗯 然后因为我要去 呃 中国教书 嗯 的时候 我有跟我的主任牧师 就是我们高 高雄天泉611灵梁堂 康中益牧师报告 然后我说牧师我要进去 那 嗯 我需要遮盖 然后我到处宣教啊 人家都会问我是哪个教会的啊 嗯 然后牧师说 那他把我们夫妻案例 成为宣教师 是 正式拆派我们 成为我们在属灵上的遮盖 嗯 对那 那时候本来一刚开始啊 我们在上海是有牧师 可以跟我们对接的 是 那要用我先生的这个推拿的技术 在那边开个小店 可以传福音 是 可是康牧师也是先知性启士 他就帮我们看 他说 没有哦 你们没有要去上海哦 嗯 然后我跟先生对看 欸 那我们的规划不是神的心意哦 嗯 然后他说应该不是去上海 后来我们确定去北京的时候 牧师帮我们发了一个预言 嗯 这个跟我的职场宣教有关 是的 牧师说 我看到你在五年内呢 从一个小办公室 小办公桌 进入到中办公室 中办公桌 嗯 最后你到一个大办公室 大办公桌 嗯 那我们就像我妈妈那个梦嘛 是 我没事放在心里嘛 对 健康健康 未来怎么做 那现在我们回看都明白了 嗯 其实这也有第三个预言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一次的职场宣教 真的是神的心意 当我们2013年11月到中国 参加神学院的课程 嗯 在200多人两周后的课程呢 有一位林牧师他发预言 嗯 现场点了三个人 起来发预言 嗯 我先生是其中一位 是 他就跟他说 你以前做的工作 还要再继续做 哦 是 那我们就在想说 以前那个职场 我们好像 已经不想再继续了 而想要全心成为 这个自由宣教 可是好像又不是神的心意 是 所以神他有他的安排 可是 我也要跟弟兄姐妹分享 真的顺服就蒙福 嗯 因为神知道什么 对我们最好 而且是对他的国度调度 是他要的 是的 然后所以这阵子我就觉得 天哪 虽然外面疫情 可是为什么我们家就 呃 仓库满到不行 神就很祝福 是 然后我觉得就是神带领我们 进入那三个阶段 嗯 那我们看到神他的应许跟想法 嗯 所以当初我进入中国的时候 一开始是自由宣教 是因着我们 呃 在神学院读书 嗯 后来我们教会案例 我跟先生成为宣教师之后 我们那时候是在北京嘛 后来发现在中国 教育界是不能 存福音的 嗯 所以我原来以为我要去供教育三头 那是我以为 可是神知道 嗯 神知道你要去走商业 是 后来我去参加很多国际的 Zoom的那个宣教大会 才发现 哎 其实职场商业是 全球都欢迎的 是的 你做教育人家还不见得要 可是你要做生意的 赚钱的都OK 帮助他们国民赚钱的都OK 然后我就明白神的心意 虽然我原来学的是 呃 教育的 嗯 可是神希望我去走这个路线 我才去回想 其实我的亲生父亲 他是台大化工系毕业的 哇 这么厉害 然后一辈子都在做贸易 哇 我妈妈是学会计的 啊 所以我有他们的DNA 是的 所以我现在做起来感觉 之前我是不愿意 所以就变得很笨拙 我现在心甘乐意做 我觉得好像也蛮Enjoy 我Enjoy的点在于 我接触很多非基督徒 嗯 因为在教会你就是跟基督徒 这样和来和去 是的 那我神学院老师就说 其实不要花那么多时间 是的 应该要去在外面接触非基督徒 我才有机会跟他们分享 那因为我做事业 我会生命影响生命 他们会看到我为人处事 是的 都是从神的标准 嗯 那当他们有疑惑 他们会来问我 最近常常有一些人都说 哎呀 你这是活菩萨啊 你这么好心啊 怎样 我都不会讲 以前我会跟他们开始传教干嘛 可是我现在就是用活出来给你看 嗯 后来他们说 哦 你信耶稣的啊 哦 那你是天使 你是天使 那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来请教我 我就跟他分享圣经怎么教我们的 是 所以前一阵子有一位他来问我 我就说 圣经你知道耶稣 最后上十字架 他说了什么吗 嗯 他说父啊 原谅他们 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 嗯 他说哦 那我知道了 我要原谅他们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嗯 我就觉得好释放哦 其实我都不用担什么 我就把我的神 啪 请出来 一件事情就太平 就成为平安之子 是 和平之子 是 后来你在中国多少年宣教呢 呃 应该说13年进去念神学的时候 就开始做自由宣教 是 17年16年案例 17年进去教书 嗯 然后一直到现在 嗯 都不能乱动 那我们就申请了一个公司在高雄 就是放火食 是的 那当初因为我们在中国接触一个 韩国的产品 嗯 它是健康环保 我们觉得很不错 所以我们就把它代理进来 行销 嗯 就推广 然后后来现在又发现有一家 产品也很好 所以我们又跟他代理 然后最近又发现有一家更 就是也是主内的 我们就好感恩喔 就是 这些东西都是对人类有帮助 然后 又可以让我有机会去跟人家传福音 是 借着帮助他们健康 他们又可以认识主 嗯 我就 其实我就是 很放松 看神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是 我真的看见你们对这个 嗯 对别人的那个爱 也愿意付出 因为我 我介绍了 一位朋友他是十几岁的孩子 肾脏病嘛 对 那我觉得你们用这种热心爱心 就去他的家搞了一 就是弄了一大堆的水给他 结果他的指数 结果这洗肾一天洗四次啊 你看他的爸爸因为原住民嘛 那他原本有一百多万 结果孩子因为这个就是肾脏病 就是洗肾 所以这都没有完全没有 也很辛苦他们就板膜啊 什么做工作的 所以可是我发现你跟你的旗下的人 就一起去帮助他 哇很远呢 从他 你特别从高雄这么大的爱心 要跑到观音是不是 那个地方叫做 桃园龙潭 蛮远的 因为秘密我的朋友就是教会的同工说 要四个小时去造水 哇不得了了 我觉得后来我也发现他的指数 他们自己做了见证数指数下降 但这不是广告啊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 愿意付出爱 愿意施比受更为有福 所以神因为有爱 在你的事业上有爱 所以才会有成功 而且你也很喜乐 也很甘心乐意的去做 我想亲爱的朋友们 圣经里面说 十比数更为有福 当你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神自然就给你祝福 而且当你先爱别人的时候 人也同样的用爱回报你 好亲爱的朋友们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我想在这里 你要记住一件事 神永远永远的爱你 而且真的一个真正认识神 把耶稣接待在心中里面的 他所做的事 他就是活像耶稣一样 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 所以我看见我们的这个 陈博士 陈老师 我觉得非常的有爱心 完全没有那个博士的价值 也没有完全 所以我是董事长 所以我说 可是他卑微的很 他就是很谦卑的去服侍别人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生命的不一样 我想亲爱的朋友 其实信耶稣跟活耶稣是完全不一样 很多人信耶稣 我只要礼拜天礼拜六去教会就好了 其他礼拜一到礼拜五我自己活 我自己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是真正的要活出耶稣的样式的 又不一样 这个生命是什么 被操练的历练了很多 其实陈博士他没有讲到 我照顾妈妈的那段时间 你看要洗大便 还要喂他 还要怎么样 哇 这是很辛苦的耶 因为我自己知道 我以前也照顾过我的婆婆 我婆婆失忆会打我 当时我还真的是 后来有一天她把我踢到我的头 整个创墙壁 我很难 真的很生气想打她 后来神说 没有人看你 但是我看到你 我从那时候回来 我一边流泪就一边睡 我就很爱她 照顾她 这就是用生命换取的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觉得真的 人有爱 就是要愿意付出代价 我想最后几秒钟让 你告诉朋友们 你想跟他们说什么话 只有几秒钟 三十秒 之前我都误以为宣教 人一定要在中国 可是神告诉我 在这里也可以 所以我刚才在想神提醒我 其实我现在还是可以用微信 都是有机会服侍 中国的弟兄姐妹 特别很多传道人 他们有一些需要 都需要我帮他们 在电话上 为他们祷告 是的 那在台湾又可以更爱 我们在这里的 大陆的一些弟兄姐妹 是的 对 所以神爱世人 不管人在哪里 都可以爱世人 是的 感谢主 现在是用这个微信 还有这个手机 其实我手机 你微信大概有三四千人吧 所以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 传信息 我觉得从信息里面 回来的消息是 谢谢你 我今天本来要自杀 可是因为看到你的信息 我不自杀了 谢谢你 我今天本来要办离婚了 可是看到你的信息 我不办离婚 所以这些你看 我们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传福音 可以把好消息带给别人 亲爱的朋友们 耶稣只要有耶稣在你的心中 永远是好天 永远是好事 永远是有福气的 所以我希望 亲爱的朋友们 你心中若是真的有困难 你可以呼求耶稣的名 耶稣一定帮助你 非常谢谢你今天来欣赏我们的玫瑰人生的节目 其实陈博士应该还有更多的话想跟我们说 那就留着下一次说吧 好 我们现在就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再见了 愿上帝祝福你平安喜乐 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爱上加爱 乐上加乐 福上加福 耶稣爱你 永远爱你 永远爱你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